在立法院朝有衝突不斷的 國會改革法三讀通過 會議案也遭到國民黨 跟民眾黨博會之後 總統賴清德加入戰局 他首次在總統府發表談話 而且宣布了國會執權法 這是有違憲的疑慮 同時他會申請釋憲 以及暫時的處分 重視的跟國民黨 以及民眾黨開戰 總統賴清德 申請嚴肅走進總統府場廳 立法院在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 否決國會無法復議後 進入釋憲延長賽 賴清德加入戰局 並首次以總統身份 在場廳發表談話 申請釋憲以及暫時處分 國會職權修法三讀通過後 賴清德簽署了複議案的資文 但特別附註上了 審議程序引發社會高度疑慮 且有違反權力分立 及侵害人民基本權力之憲政爭議 我要強調 我們反對國會擴權 不是反對國會改革 我們還是應該要等到 釋憲結果之後再做決定 同時我也呼籲戰略黨 應該要尊重憲法的嚴肅性 賴清德特別強調 不會在釋憲結果出爐前 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國會治權修法在二十四號 以總統令公布後三天 也就是二十七號法律正式生效 也代表賴清德最晚於二十六號以前 就要提出暫時處分 除了針對國會無法動作 賴清德也特別對中國 近期發布新法嚴懲台獨 作出反擊 我要強調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一邊砲打藍白 一邊立抗中國 賴清德呼籲國民黨民眾黨 要尊重大法官的釋憲結果 青上火線 爭取最多的民意支持 記者李洛同 張佳麟SNG小組採訪報導